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听到了这句话 这个他自从听过什么三个月不晒费六百万满虫陪你睡之后啊 他都睡不着了 所以他迫切的想知道这话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么说吧 段一 这一年里头 你对你的被子拆洗过几次 这个 哎呀反正我不信 怎么能有这么多满虫啊 六百万 那我的被子上都铺满了 不信是吧 你别说 跟他抱有同样意见的人还真不吵 去听听 针对三个月不晒费六百万满虫陪你睡的说法 是真是假的问题 我们的调查员梁栋开始搜集群众观点 经常的清洗 啊就这样 还可以没有什么满虫 感觉有吧 可是很小 对我影响可能不大 不太注意这是 满虫你怎么能知道有没有呢 怎么去处理 怎么样预防 我们还更不知道 对于搜集到的观点可以汇总为 一 没有那么多满虫 二 满虫不会伤害到我们 三 不知道如何避免和清楚满虫 你看看你看看 大部分观众和我的意见都一样 他们认为被子里没有那么多满虫 就算是有危害 也没那么大 不过 我还是想知道 这满虫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你看我都帮你找到了 满虫和蜘蛛属于同一类的 都属于节肢门 猪形缸 简单的说 人家俩是同门兄弟 只不过满虫啊 个头更小一点 只有通过显微镜才能观察到 你说这个肉眼都看不到的小小满虫 它能有多大危害啊 危害的事啊 咱们别说 你还记不记得刚才你说的那句话 三个月不晒背 六百万满虫陪你睡 这句话是真还是假的 本次实验将在北京市集团医院 并排过敏反应科的实验室完成 为确保本实验的科学可靠 我们请北京市集团医院 并排过敏反应科的主任 王学彦 作为本期节目的科学顾问 王主任对满虫引起的人体 过敏性疾病 有着长时间的研究 这次实验 我们选取了两户志愿者家庭 周女士家和少女士家 医院的张护士长和小刘 配合我们对两户家庭 日常睡觉所盖的被子 进行满虫采压 首先我们来到周女士的家里 周女士是个非常爱干净的人 每隔一个星期 就要对自家的被子进行拆洗 现在我们对周女士的被子 进行采样 实验人员手中这个 类似吸尘器的东西 是专业的吸满设备 它可以将品藏在被子里的满虫吸出来 一分钟后采样完成 采集到的这些杂质里面 究竟有没有满虫呢 接下来我们来到少女士家 由于工作繁忙 少女士很少打理家屋 她家被子已经超过三个月 没有彻底拆洗 并且也没有晒过 我们对少女士家的被子 进行了采压 一分钟后采集的杂质 从外观看 好像比周女士家采集的杂质 多一些 但这能说明什么呢 测试人员将两户家庭被子里 采集到的样品 拿回实验室 进行满虫数量的分析比对 我们采集到的样品里面 究竟有没有满虫 哪家被子里的满虫更多呢 三个月不晒被 六百万满虫陪你睡 这话呀 肯定是夸张了 其实呀 我平时也不常晒被 难道我就 睡在满虫堆里吗 那是因为它太小了 你看不着 来看图片 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满虫 这是放大了一千倍的满虫 满虫是最小的珠形钢洞 它的长度不过在一百微米到五百微米之间 咱们来看看它的这个形状 满虫是呈椭圆形的 并且我们注意到它有八只长满绒毛的腿 另外呢身体是半透明的 就这么一个东西藏在我被子里 我每天晚上还睡觉 这么说吧 满虫因为小 数量多 它无处也在 满虫是一种肉眼不易看见的微型虫子 只有在先进的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它们 目前人类发现的满虫有三万多种 其中与人体健康有关的有十多种 最常见的有藤满 粉满 芥满 乳满等 满满主要在食品和粮食中繁殖 乳满主要寄生在人的毛囊和皮脂线中 它是导致九糟鼻 脱发的圆形 芥满主要寄生于人和哺乳动物的皮肤表层 也导致人体皮肤固敏和骚痒症状 医学调查表明成年人大多数都感染满虫 其中以尘满为主 尘满大致氛围 乌尘满 粉尘满 收尘满 其中乌尘满对我们影响最大 它们分布在毛毯 北路 床垫 枕心 空调 地毯 沙发等处 它们都是我们生活中 每时每刻最容易接触到的满虫 原来满虫有这么多种类呢 藏在被子里的那个叫尘满 那位上海市洪桥区的李素珍观众关注的那个叫做尘满 对 是尘满 虽然满虫的种类非常多 但是跟我们人类啊 生活关系最紧密的 它就是尘满 我们还是赶紧看看被子里有没有六百万只满虫吧 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通过对两户家庭的被子里的满虫采样以后 实验室人员分别从样本中取出四平方毫米的杂志放在播片上 并编为一号和二号 一号片是周女士家的样本 二号片是少女士家的样本 实验人员在电子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分析 三分钟后终于得出了结论 究竟是哪床被子里的满虫最多的 我们刚才通过一号标本和二号标本的三分钟的观察 我们大家看到了 含的满虫量是不一样的 二号标本估算一下得有十只吧 测试结果为一号样本 四平方毫米的面积里发现了一只满虫 二号样本四平方毫米面积里发现了十只满虫 没有那么多呀 先少 你别忘了我们取的只是被子的一小块地方来测量的 普通的一般这个被子有多大呢 展开了四五平方米 你算一算啊 得有一百万只吧 就一百万只 这位上海市洪桥区的李素贞观众 这个三个月不晒被六百万只满虫陪你睡这话就是无稽之汉 您可以放心的 等等 等等段一 你是什么 观众联络员呢 对呀 所以说话得负责任 在所有的数据没有经过判断之前 没有经过实验证明之前 不要随便做出肯定 满虫 尤其是尘满 它的数量首先取决于它的生存地的食物是不是丰富 好吧 我负责任的问你 满虫 它吃什么呢 来看模型 哇 这么大的满虫啊 没错 我把它放大了上万倍 放这么大干嘛呢 这样你就可以看清它是怎么吃我们的吧 吃我们 对没错 吃我们 因为这个满虫 它最喜欢吃的就是人的皮肤的碎屑 注意它的口气 像不像是一个螃蟹的钳子 像 尘满就是靠着这样的熬撞口气 躲在咱们的被子上 始终重复着一个动作 那就是切碎人的皮肤的碎屑 然后拼命地往嘴里塞 尘满活跃于床上 这是因为床上每天 都有人类新陈代谢下来的皮肤碎屑 每个人怕于每天 都要掉下很多皮肤碎屑 这些也是尘满最喜爱的食物 因此我们的床上被子枕头都会成为 只剩沉满的温船 沉满的消化系统也非常发达 饱餐一顿之后 半个小时 它就能够彻底地完成一次代谢 这么快啊 对啊 一只满虫一天可以排泄出20个分球 这什么呀这个 这就是分球 每只满虫排泄出来的分球 一个就有它自身体积的十分之一的大小 也就是说 一只沉满一天排泄的分球堆在一起 能有它体积的两倍大 太可怕了 最可怕的是 这些分球 只要进入到人的身体 甚至接触到人的身体 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不就是得吃皮屑的小虫子吗 能给带来多大的毛病啊 毛病啊 简直是致命 来看 百科全书上记载 联合国卫生组织1987年的调查统计指出 70%的哮喘 就是由于沉满而导致 那是不是每一个接触沉满的人 都有可能染上哮喘呢 来看实验 满虫对人类健康会产生多大的危害呢 我们将通过三位志愿者的皮肤测试来看一下 姚阿姨患有顾敏性哮喘 高先生患有顾敏性鼻炎 游先生时常咳嗽 本次的实验目的 是测试志愿者所患的疾病 究竟是不是满虫引起的 首先测试人员选择六种过敏源 它们分别含有乌尘满 白色念珠菌 动物毛 甘草尘埃 粉尘满 霉菌的物质 然后选取志愿者 前臂长色皮肤 滴上六种过敏源试剂 接下来 用皮肤点刺针刺破皮肤 让过敏源试剂渗入进去 如果针刺点毫无反应 表明是阴性 反之 针刺点出现红肿 则说明志愿者所患的疾病 是哪种护敏源引起的 二十分钟后 测试结束 高先生的皮肤出现了红肿 杨漫里的皮肤也出现了红肿 而刘先生的皮肤却没有任何反应 现在我们请王主任介绍一下测试结果 挺典型的 塵满过敏 乌塵满 粉塵满 但主要是乌塵满过敏 它的过敏性鼻炎呢 发病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乌塵满 过敏导致的 但小刘这个呢 这是个阳性对照 这些个你看看 一点反应都没有 跟阴性是一样 说明他对这些东西不过敏 杨老师这个 这乌塵满 粉塵满 这是阳性对照 看来您不仅仅有乌塵满过敏 还有粉塵满的过敏 在我们临床那 这都是比较典型的实验了 所以啊 一定要注意这居室里的干净和卫生 您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一定要不仅仅是清除 这个灰尘 还要注意看不见的虫子 尤其是尘满 所以上海的李素贞朋友 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 如何清除尘满 这个简单 强力洗粉 超强袭击 这些去丸子都很厉害的 我就不信 治不了它们 没那么简单 小心 来给他介绍一下这个部位 这个呀 就是尘满脚上的吸盘 每只尘满 它的八条腿上的末端 都有一个像中型 这样的吸盘 年复力非常 所以极难以清洗 那我们就拿这小东西 没办法了吗 听专家说 针对上海的李素贞观众提出的 三个月不晒被子里 有没有六百万满虫的问题 具体数量具体分析 但我可以这样说 被子里的满虫 肯定是有百万之多 而对付满虫最有效的办法是 一定要定时拆洗和亮晒被入 因为阳光的紫外线可讲被子里的满虫杀死 第二要注意自己皮肤和呼吸道的不良反应 千万不要大意 早期发现 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这样就可以减少满虫对我们的危害 专家还提醒各位 在晒被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拍打表面 一旦拍打呀 被子表面上的粉尘 还有尘满的排泄物 就会飞扬出来 进入您的呼吸道 引发这个感染和过敏不足 所以呀 正确的方式是 在收被子的时候 您把口罩戴上 用刷子轻轻刷一下表面就可以了 上海的这位李素贞观众 您对我们的答案还满意吗 听了我们的答案 您就可以睡个好觉了 这才像观众联络员 各位观众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 欢迎来信 我会替您转达 因为我是您的联络员 对于您提出的问题 由我们来为您解答 因为生活中的很多事情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人的一生大余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在睡眠中度过的 打呼噜 是我们睡眠时 经常出现的现象 可是您了解打呼噜吗 你知道呼噜 是怎么产生的吗 打呼噜 究竟有什么危险呢 科学的验证 将为您揭开 呼噜的真实面目 打呼噜 有多危险 原来如此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呼噜